嗨,我是思琪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特別喜歡的派對妝容 那我們這就開始吧 我現在是處於一個已經保養好的狀態 我會先上遮瑕 因為我鼻翼會泛紅 所以我都會先用綠色的先遮 就是比較紅的地方我都會先用綠色的 再一點點 接著我會上回鼻翼 然後我會用美妝蛋 這個再把膚色比較不均的地方再小遮一下 其實如果黑眼圈沒有很深的話 那個阿瑪莉的粉底液其實不可以需要再遮什麼 這個蜜粉底液定妝 把多餘粉的粉刷掉 我會用這支美筆 我通常會把那個眉毛尾巴修掉 因為就是我眉毛不是那種很濃的 修掉的話比較好自己鎖型 然後我會用棉花放再次鎖型 把一些比較多的眉頭把它暈開 接下來我會修容 我會修容 其實很多人修容到最後但我喜歡先修 這個看 這個都已經被我用到快沒了 這樣就從顴骨 下面 這個地方 然後呢 盡情的給它刷下去 反正是派對妝容 派對就是很暗 妝容一點也沒關係 再來是下巴這個 給它修下去 再來修修鼻子 鼻頭 然後 連線 修容修好了 再來眼影 我這次會用紅色的 就是不要紅色系的 來畫我的眼妝 先用一個蠻淺的 打到整個眼窩 然後用同一個顏色 下面 比較深的這個紅色 把它上在 比較靠近人尾的地方 反正顏色就是你要 有淺 畫到深 然後再用深一點的咖啡色 這個橘色 把它上在那種 眼頭的地方 其實算是鼻影的地方 鼻影在裡面一點 然後我會用 就比較細的 比較扁的那種 用深色 畫在更靠近眼線的地方 然後我會用這個 比較亮的這個 打在眼球上方 前半部的眼睛 先夾個睫毛 然後因為今天 要畫比較特別一點的妝嘛 要用這個 的白色 然後我會混一點 就是這個的 定妝噴 就它是膏狀嘛 然後我會 為了讓它來液體 然後我會把它畫在 下眼線的部位 然後會畫多出來一點 其實我覺得 牌妝就是 你就多試 多亂畫 然後你就會 發現一些 欸怎樣很好看 然後你發現 你覺得很開心 然後我會再用 原來這盤 深色 畫在這個白色的下面 然後把它這樣延伸出去 這應該算是九紅色啦 深色 九紅 接在這個白色的下面 上面 再把它 接起來 眼尾 的部分 接下來就可以畫 上眼線 我會先用眼線筆 畫內線 然後再用眼線液 畫外眼線 先拉 點出來 然後再往後拉 然後再把它接起來 再把一些明顯的縫隙把它塗 我的眼尾 很下面 然後我就不會把它 從最底部畫上去 然後接下來我會畫眼頭 我眼頭都會 從 上眼角往下拉 然後再把它跟下面的 接起來 是不是 往前拉再接下來 打腮紅 用背盤 這個加這個 比較少用中間的 就是打在 太陽色色 我會打到眼尾的部分 那睫毛 我用這一支 我覺得這一支很棒的點 是因為它後面 有這個纖維 然後刷上去再刷一層 我會用眼線 在我畫剛剛那個深色的那個地方 畫 假的下睫毛 這樣還不夠 我會用這種 一撮一撮的 假睫毛 這個比較長 這個14mm 我會貼在上睫毛 大概貼個三戳吧 從眼尾開始貼 然後貼的時候 是貼在 內眼線 然後靠近睫毛根部 不是貼在外面 這樣看起來會很真 大概三戳就差不多了 然後下睫毛 我會用 比較短的 10公分 大概貼個 兩戳 我覺得技巧就是你要很準確的 碰到那個睫毛根部的時候 就要 收手 然後 我會 用睫毛夾 代表他跟我本來的睫毛 夾得 頂一點 看到對方 口紅 顏色 然後我會先用唇刷 把嘴巴外面的形狀 現在要框起來 然後 抿一下 因為抿可以 確認你那個範圍 最大可以到哪 然後再來 直接把我裝色 我的唇刷很好用 就是他真的 很好控制形狀 然後 嘴角 他可能會 畫一點尖尖的出來 然後如果你想要 就是你的唇珠 看起來嘴巴在立體線 你可以在 就唇珠的兩側用 眼線 畫一下那個陰影 然後 然後因為我比較喜歡 霧面的唇 所以 我會在上面再壓一些粉 我會用這一隻 畫在 眼頭的部位 然後用這一盤 這盤真的很亮 我都會用紫色跟 這個 加上膚色的東西 然後打在 顴骨 眉骨這邊 就打亮 在這裡下面 然後通常 就是 我會再用這一顆 這一顆蜜粉 然後上在鼻翼 這邊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霧面的粉 就是如果你上太多的話 你在晚上 然後閃光燈拍的話 它其實會 大反白 上一集的話 它其實 蠻稀有的 接下來 我就是會用 一樣這盤 然後用這種 很細很編的刷子 然後在臉上 亂畫一下 就是蠻 蠻隨意的 看你 今天想畫什麼 就是在 臉上 隨意畫出 一些 線條 其實真的就是 看你想怎麼畫 這樣差不多就完成了 然後 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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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